好,接著到下一套,這一套是男性化的美少女戰士 不是這些的族站,明明是美少女戰士的致敬 不是,是光澤美少女,沒錯 這一套有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我現在開始見到一些所謂的變身系的作品的傾向就是 屎魔是越來越不專業的 大家要留意,在90年代開始的屎魔 他們是會包裝到一個世界危機 而令到角色或者主角是有一個使命感 去接受這股力量,然後去作戰 但是你看看,慢慢的推展現在就是 無論去到QB又是什麼,他們已經是很隨便說 有力量啊,你要不要啊? 你錯啦,因為以前的人純情、天真、好熱啊 跟你說,你要拯救世界成為英雄,他就會相信 現在是沒有這套的了,告訴你 那說一下這套是什麼,美南高校地球防衛部 沒有,這套是ED6集來的 那不要緊,先說一下監督和褲監督 其實這套東西全部都是銀魂班底 基本上銀魂班底就會找到這位監督和褲監督 基本上都合作無間 你看他過場的廣告對白 即是Screw Rumble Screw Rumble的銀魂也是這樣 我這樣說,這套東西的重點質 就是銀魂式的套租就是 一些魔法作品裡面 你無論是屎摩開頭的對話 就說,我一開始就選中了你 那些人其實老實說 這些我們經常會說 如果一個陌生人 還有一隻陌生不知道什麼的生物 突然開始跟你說話 你第一件事做什麼? 當然是離開 他裡面所有人的正常反應 全部都是一樣 是很正常的 其實駭炎初就說在一個浴場裡 突然間走走一下 突然走到一隻粉紅色的樹熊進去 那些是外星新聞 你還要明白 90年代的作品 他們是會說造型和包裝 最起碼他會用一個可愛的造型去親近你 QB作為一個專業的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黑 他都會用一個很可愛的包裝 讓你的戒心放下 你看到現在這一套 根本上就是什麼 你突然看到那個黑衣過來說 你想不想學如來神像 那種感覺 他就下去了 因為那個浴場 其中一位男主角 應該是有機 然後就召喚他們幾位 其中裡面 他那個什麼都不做 時間關係 我沒空了 選擇你們五個做勇者 還是魔法少女 魔法少男 魔法少男 他們叫什麼 外的戰士 他們是很厲害的名字 每次有很多口號 對面就有一個學生會 叫做地球征服部 那裡有一隻綠色的倉鼠 就放進去 那個版明就是絕地沒有事的 不是 這樣說的 這套東西 剛才河馬說的一些情節 首先就是 通常 屎魔為了活動 他會找一個身體 有些是會 這裡找的身體就是 老師已經被他殺死了 應該說 但我現在用一個偉大的醫療技術 我已經不可以和他分開了 這個劇情是什麼 這個劇情不是 即是奧斯的叔叔 那個手 上了在阿哥的身上 就是 說 分不開了 一分開的話阿哥就會死了 就是做腐懶 那個老師 其實也挺近樹熊 因為樹熊是要抱著樹 另外 你會看到 一些對白的設計 你會看到 他也是一個套租 就是 一個正常 一個正常 如果你不是突然間獲得力量的人 你怎會想好 就是 我是愛語正義的跨身 這些對白 這些對白 在這套作品裡 也都說 全部都是由屎魔幫你親自設計的 情色照溫 他還是會 你面身那一刻強制 去說這一句對白 其實 在頭那兩集看 是挺有趣的 即是 你是不是玩這些套租 你故意就是 為了突顯這些對白 有多麼難堪 或者這些動作 或者一些橋段 多麼難堪 所以特地是 不用女兒 用男 這個角度 其實你用一男 你就知道 現在這些東西是很突然 因為始終是動畫 你畫女兒 你無可能畫到我姿華 去做 我勇氣化身 ok fine 我明白的 你畫多畫你神 你去做這個東西 是不是想突顯這件事 我不知道 至少去到第三集 我都未知道 而敵對那方面 他講到其實 有些 所謂叫做 侵略世界 就是征服世界 對 他們說要為世界 帶來美去未來 我以為他們很光明的口號 不是的 那第三集突然穿了 尤其是 他的怪獸也是 很典型九十年代那種做法 就是 那個角色 喜歡些什麼 厭惡些什麼 而令到他變成那隻怪物 基本上當時 美律少女戰士 都有少少這樣的 是九十年代那種 通常會這樣 就是形象化 那隻怪物 等於皮套戲 類似的 都會用這種方式 其實是 所以有幾有這種 記事感 以及幾有這種 想起以前那種感覺 當然的 那些套租位 是不是這麼多人接受 很難說 其實我都略嫌 他頭十幾分鐘的套租位 是較長的 那其實整個套路 是很像美律少女戰士 也是頭十幾分鐘 是做一些實際上的 然後突然間有隻 變了一些怪物 變完怪物之後 然後就打一場 打完一場就收工 大家變完身 沒有打出來說幾句廢話 然後教育 曉耳大熱隔離之後 就OK 你拜拜 最後就是 五個合起來 那隻 那隻 為什麼要五個一起呢 其實還要合體武器 你出場 就是合體武器 沒有的 而你說這裏 其實我會做比較 比較近期一點 你這一類型 你叫做 像我們看 語行少女野奇君 其實他都是拿近的 他都是拿一些少女漫畫的近 但是為什麼他會做得出色 就是 他會將一些 你知道的情節 他會鋪排出來 但是他會有另一個觀點角度 告訴你這件事 是有什麼特律的地方 但是這一套東西裡面 當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做這件事 但是 如果是就這方面層面去看的話 他只是很平鋪直 說那句話出來 其實你看到 為什麼你不會覺得 那五個角色的套租會覺得有趣 那五個角色的套租 是很平板的 他好像照讀稿一樣 沒有一個劇情去包住這個套租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個套租是很無力 很無趣味的 這就是銀環的方法 整班人在這裏 不可以不用角色的 沒有樣子 一大堆的版本就行了 但問題是銀環本身 他的角色做得好 這裏是沒有角色的 還有這五個沒有什麼好做 很深刻的描寫 變成你要吸引就難的 還有 你變身場面 我就自己數過 地球防衛部和地球徵服部 加起來的變身場面 其實有兩分鐘那麼長 而每一集都很具細無謂 做回那五個男人 怎樣有衣服 變成毛衣服 一毛衣服 這個是典型九十年代的 變身動畫是一定要播的 兩分鐘 只是近年的魔法動畫 本身雜數又少了 你不是連回的 你連回的話 就是怎麼想那麼多故事 一定是要插 每段都要這樣插 但他這裏 其實給我的感覺 他是拿了一些很old school的 變身動畫的概念 出來裏 所以其實我不會不接受這件事 我反而是 我覺得情人有緣 因為你正在用這個風格 其實你是為了一個套租 當然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 但至少我看得出 他三集裡面 他正在用這個套路 所以我未去到這麼大的反感 只是告訴他 他的噴是代入不到 不夠好笑 還有第三集來說 有一點點在不停重複 重複整個流程 感覺上 他的趣味性 可能會隨著時日而減低 第一集你會覺得很高 第三集 原來是這樣的 那變成你可能 那個趣味性會弱了 越來越弱 如果你十三集不停地玩 其實就真的非常麻煩 你好像高松松之前一套 那套迪斯克翁的傳說 即是DT和ED 大家都知道 一開始爆左彈 爆右彈 很精彩 很開心 然後再過多幾集之後 咦? 一集都是這樣 一條龍 都會做下去 沒有反應 到最後 完了 完了 也算了 他會做到話題性 但是他維持不到主題方面的發展 我只可以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銀魂這個馬寶拍檔 有沒有機會有什麼 沒有 其實阿雲是一套異類 他不是原作 其實這類型的作品 很多時候 不是你想寫就寫得出來 那我們去到這一套 我們去下一套